这些武术招式狠不狠 你说了算 这招向驴子翘腿踢 一脚命中可老疼了 如果躲闪不及 脸上也会被踢花了 这套拳法叫戳脚 号称北腿之劫 平常演练好像没什么威力 真要动手实战的话 就算腿上绑了厚厚的护具 也会被踢得老残 威震武林的戳脚 真不是盖的 很厉害 那么戳脚实战时有哪些招式 可以令对手瞬间丧失战斗力呢 我们接着来看戳脚拳第六代 传人渺小兰的精彩展示 这招叫紧闭山门属于武术杀招 下踢上打防不上防 一个上步寸踢攻击小腿 同时两手朝内拍击双耳 也就是武术里常说的双风冠耳 最后再来个双推掌 没个十万八万 对方一定倒地不起 这招叫跨步撩阴 同样是手脚并用的招式 寸腿攻击小腿迎面骨 同时撩拳攻击腹部 这招叫仰点 攻击心窝脖子和眼睛 慢动作中可以看到 先是拿住手 然后朝上点腿 同时插掌 攻击部位都是人体薄弱地方 可以说一招致敌 这招名字挺可爱 叫武牛耕地 实战时先是拿拳格挡 随后用腿勾踢 对方脚下一空 扑通一声倒地 这招叫白鹤亮尺 与武牛耕地招式相似 都是用到勾踢 但这里拳法增多了 前后都有攻击 对手难以防备 如此看来 戳脚拳猛踢劣打 积极性强 拳脚并重 变化莫测 真是好拳法 对手道 宝贝 和